Hello 大家好 我是Jerry 时隔三年我们再次来到纽约 这次是为Nifan庆祝生日 那大家就跟我们一起看看 纽约最近有什么好玩的和好吃的吧 我刚刚从巴西上面下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去吃饭就在旁边 然后晚点去酒店 现在要尝一下那个汤了 好热呀 特别热 但是特别的鲜 能喝到那个浓浓的猪骨的味道 真的是用猪骨熬的汤 让我再尝一下这个面 然后有一点点辣酒 让它弄一下 我尝一尝它这个辣是不是真的辣 特别好吃 我选的是适中的印度 就是不会过软也不会过硬 但还是有一点点嚼劲 关键它这个汤味太浓了 这个猪骨 但肯定也有一些咸袋 就配在一起太香了 我尝一下这个叉烧肉怎么样 这一片还是蛮大的 这个猪肉片比我想的要瘦一点 我以为正常的都是那种肥瘦相间的 这个是一点点肥 大部分都是瘦的 不过这样也是挺好的 肥的少一点就不会太胖 不会太油腻 因为它汤就比较浓了已经 总体味道还是不错的 不过这一碗要20块钱 不算便宜 不过这家店它不需要交小费 所以算上小费 其实也差不多吧 跟比较好的拉麵店相比的话 还是值得来意识的 哇 纽约的酒店到了 还是很小的 真是寸土寸金的地方啊 这边我们就放行李了 还有一个沙发 这边有一个桌子 然后一个柜子 像综合的台 居然还有个小书桌 这边是电视 睡觉的地方 真的不大 但是我觉得他们利用的还是挺好的 该有的东西都有 这边就是卫生间 也是很小巧的 感觉都是刚装修完的样子 就比较新 就这么小价格还不便宜呢 因为在纽约比较好的地方 因为离Times Square很近 反正就住这两天 谢谢大家 我們下来的地方 不安的地方 稍微有什么东西 fällt两天 在约片中 我们下来的地方 这边就担远好 暂时 上来的地方 一旦有食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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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材 食材,食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喽大家早上好呀 今天是我们在纽约的第二天啦 上次来纽约已经是三年前了 因为疫情我们真的好久没来了 疫情之前的时候我们经常过来 因为离的也比较近嘛 坐吧是五个小时就到了 然后之前我们也有开车来过 这次疫情好一点 然后我们就想再来玩一次 然后身边帮Nathan请主生日 昨天坐了巴士道治的时候 就已经两点多了 路上有一点堵车 然后我们就去吃了 日本特别有名的辣面 他们在纽约也有好几家分店 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来酒店check in 然后去第五大道逛了逛 晚一些时候我们就为了 庆祝Nathan的生日 去吃了这个Oyikin E的和牛 是一家韩国的烤肉店 但是它的肉呢都是日本的和牛 质量还是蛮高的 第一轮的时候 他给我们上了所有种类的肉 我们可以选自己比较喜欢的 然后第二轮第三轮 之后就可以只要自己喜欢的牛部分 然后就可以吃到饱 然后还有一些小菜啊之类的 吃的还蛮饱的 不过因为是和牛吧 油脂比较高 其实吃了几块之后 就已经感觉有一点点腻了 也吃不了太多 所以也算划算吧 也给他庆祝了生日 看着他挺开心的 然后之后呢 我们还有几个朋友也在纽约 我们就简单的在我们酒店的bar 吃了点蛋糕啊 然后喝了点酒啊 给他庆祝一下 昨天就是这样过了 也是比较匆忙的一天 而今天呢 我们是全新的一天 我们准备去Hudson Yards 之前上次来纽约的时候 我们去过那儿 就是想再去那边看一看 因为新建了好多东西 然后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再去吃点好吃的 那就先这样吧 以后见啦 吃点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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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们去看了一个little Spain 有点像Italy那种 就有一些西班牙的食物什么的 但是是一个像市场一样的 然后大家就可以买完在旁边吃 然后我们就看了看 吃了这个churros 就是那种油炸小油条 站场的地 但是因为一会儿还要去Chelsea market 所以我们就没吃很多 就是看一看 参观以下还挺不错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带来 哈喽 我们现在已经回酒店啦 结束了在纽约第二天的行程 我们今天早上去了Hudson Yards 然后看了Vessel和旁边的一个shopping mall 因为今天风特别的大 我们就简单拍了拍照 然后因为那个Vessel 现在只能进去下面的一楼 上面上不去 所以我们只在一楼拍拍照片什么的 看一看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的highline 就是连接整个从Hudson Yards到Chelsea地方的一条路 他们修得比较高的那种有点像立交桥的概念 不过是只给行人的 然后我们就从那走过去看了看风景 还挺漂亮的 碰到一些艺术家正在创作 正在画一些画 我简直觉得特别的厉害这些人 就在风中画了好几个小时 我们看到的时候他已经快画完了 然后感觉画的特别的漂亮 然后我同一个角度也拍了个照片 我觉得我拍的照片都没有那个人画的好看 就特别的有艺术感 之后我们就去Chelsea Market Chelsea Market几年前我也去过 跟当时也差不多 不过今天去的时候 因为是周日人特别的多 然后我们就简单吃了一点牛肉面 然后在旁边的商店逛了逛 和几年前相比好像新开了几家店 但是也差不多 我吃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域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去旁边的Google Store 去走了一走 其实Google Store是 Google在纽约开的一个旗舰店 就展示它比较新的商品 比如说手机啊 它们的设备啊 还有游戏啊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简单看看 还挺有意思的 之后我们就去了这个HARBS蛋糕店 然后这个蛋糕店也是之前 我在网上就关注了 看到好多人有好的评论 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个蛋糕 再之后我们就去了这个 一个湖南餐馆 叫湖南Slurp 吃了湖南菜还挺好吃的 要点了什么小炒肉呀 然后粉呢 那个牛肉粉真的太好吃了 是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 然后其他就还可以 海鲜也不错 炒的葱子还是什么 也不错 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牛肉粉 是卤粉 叫拌的卤粉 我就想什么时候回家 自己试试能不能做 因为太好吃了味道 太香了 我觉得跟牛肉面有的一品 吃完饭之后 我们就去了一个 stand up comedy的酒吧 然后它是有一些 commedian的表演 今天不是一两个 是有好多 能有七八个吧 一边喝酒 看它表演还挺有意思的 这是第一次在纽约 看现场的这种comedy 然后感觉还挺新奇的 然后讲的笑话 还是挺好笑的 我觉得挺值得一去的 虽然不是每一个演员 都讲的特别好 不过有几个特别的出色 所以club也是挺有名的 之前有很多有名的人 在这表演过 比如说Jerry Sandfield 还有Adam 叫什么 Adam Sandler Adam Sandler 对我们以前经常看他的电影 都在这表演过 还是挺出名的 然后说是 Is this the oldest club? 他们说的 但是我有点不相信 他们说是 纽约最老的stand up comedy club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反正他们说是 感觉还是挺有年头的 还有很多有名的喜剧演员 表演过 反正就是今天觉得 还挺值得的 我们今天真的走了好多路 我刚刚看那个手机里 几步是一万多步 来纽约真的是 随时随地都在走路 感觉一直在运动也挺好的 感觉如果每天能这么走 怎么吃都不会胖 所以这两天可以多吃点好吃的 明天开始在纽约的第三天 那我们明天见啦 又是新的一天啦 我现在去吃一个牛排店 我们下期待会儿们 我们下期待会儿了 我们下期待会儿 在混音中 刚刚切得了 这让我们下期待会儿 下期待会儿 我们下期待会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牛排和羊排 特别的好吃 他们都是Dry Age的 我们现在去特别好看的一个观景台 是一个大厦的顶层 然后我们买的票了已经 然后去看看风景吧 然后那个地方应该能看到整个纽约市 没时间啦 哇 看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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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这个建筑 叫One Werder Belt 买了本票上来 这边真的好漂亮 能看到整个纽约的风景 有不同的房间 有不同的展览 有几个房间 比如说有设计师的作品 或者是有气球的这个房间 真的挺好玩的 小孩子们都玩疯了 现在这个房间 是其中两层当中的一层 现在上面人比较少 我们可以看看风景 设计就是 上面下面和旁边全是玻璃 感觉下面特别深 然后上面特别的圆 但其实就是视觉的效果 风景就是挺好的 这能看到整个纽约 能看到整个曼加坤 真的还是挺高兴的 如果来纽约玩的话 值得来去看一下 那我们继续参观了 我现在已经上来这个位置了 这是一个天台 然后其实就是外面了 然后里面有咖啡店和酒吧 可以买点吃的喝的 然后看这边还有一个电梯 不知道要去哪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参观一下吧 哇这是个拼图 这拼图也太难了吧 一点图案都没有 只有颜色 哦这么多呢 这是我的脸 他们把我们的脸做成了 我们已经探观完这里面主要的一些地方了 然后我们现在拿的这里就是有咖啡店和酒吧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deep shop 我才发现这里面好多设计都是草菅明生这个艺术家设计的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是日本的设计师 然后他做过一些衣服啊还有现在也做了很多展览之后回去华盛顿也回去看他的展览 他的展览真的挺有设计感的尤其是这个黄色的这个小南瓜还有红色的点点的这些真的是比较有特色 然后看看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现在去这个Amazon Go的这个便利店 然后他现在只开了几个城市我们那边还没有 就是你进去买完东西之后不用结账直接走出来就行 然后可能跟我们之前去过的Amazon Fresh有点像 我们之前都没去过所以我们想去尝试一下 我们现在就去了 我又不想的给大家看 感觉也太爽了 我们这会儿又来了这个日本的书店了 但是它里面好多有好多日本的东西 但大部分也都是英文的书 然后一些纪念品什么的 我们就逛一逛看一下 哇楼上都是这些日本动漫的什么的 这些才是他们后来应该有的东西 我来吃麻辣香菠萝 味道可以 我觉得挺好吃的 我现在已经回到酒店了 刚刚吃了麻辣香菠还是挺好吃的 不过他们菜单连中文都没有 所以我想点一个豆腐干 然后他给我上来的是腐竹 别的菜还都挺好的 是我们点的 味道也挺好的 应该是中国师傅做的 但我们感觉我们点了七样菜都不够 但是在我们那儿如果一般点七样菜都能吃到很成 还能剩一点 所以他分量真的不是很大 不过还好了 我们也算吃饱了吧 一点都没剩 然后我们就回酒店了 回酒店的路上呢 还路过了Time Square 就是实在广场 之前也去过太多次了 所以我们也没停留太久 然后就直接回来了 今天呢就先这样了 我们就一会儿准备睡觉了 明天见啦 早上好呀 今天是我们在纽约的最后一天啦 我们现在就要去check out 然后晚点再逛一逛纽约的一些地方 我们可能去Medicine Park那边吧 那边就是有有名的Italy 然后还有Hearty的一个总店在纽约开的 然后可能还要去吃穿菜之类的 这两天我为什么都穿的一样的衣服呢 因为我们刚来纽约的那天特别的暖 然后大家都穿着裙子啊 短衣短裤什么的 我们穿的也挺少 我是穿裙子来的 然后这两天呢就下了雨之后就特别的冷 然后毛衣我只带了一件 所以都没有准备这么冷的天气穿 纽约还是比我们住的地方冷一点的 所以我没办法就只能这两天穿这个 是能稍微暖和一点 反正就要跟我们过我们在纽约的最后一天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在意大利里面什么都想吃 看到什么都想码 我们已经码了几样了 然后但是因为今天要回家了 所以没办法 我们就忍住 太不容易了 现在在的这家店是一个餐具点 然后每个东西都好可爱呀 我们准备去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我们去哪儿啊 Herry Potter New York Hah 我们刚刚从Herry Potter Store出来了 我们人真的太多了 然后他让我们扫一个QR Code 然后需要排队 然后我们就去别的商店走一走 然后才来参观 这个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Herry Potter Store 你觉得好玩吗 特别好 我们之前去Universal Studio 有点像 除了一些卖一些产品 然后还有一些玩的 看的什么的 小时候因为经常看着电影和书 感觉回忆都回来了 我们现在就去吃一个四川菜 晚点我们就要赶巴士回去啦 我们走吧 还点了一个一方水果茶 特别香 这浪漫叫的鱼子 好吃呀 真的很好吃 它虽然有点辣 但是是毛血旺嘛 它肯定得辣 但它切的都很薄是不是 所以东西很入味 然后那个辣椒也好吃 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巴士上面了 我们现在就要回去了 这次的纽约之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哟 我们下个视频见了 拜拜 Stand-up Company Stand-up Comedy Club 在上面写什么方法 Turf and Turf 龙虾和肉 这儿好玩意哦 这儿好玩意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